周五,德国经济部发表声明,两家在德国运营的俄罗斯石油子公司被德国联邦网络局托管,这两家公司在德国所拥有的三家炼油厂也同时被接管。 俄罗斯石油公司德国子公司是德国境内最大的石油加工公司之一,占德国石油加工能力的12%,旗下的PCK炼油厂为柏林提供90%的燃料,被托管后,俄罗斯将无权对这些公司和炼油厂发布指令。 为了接管这几家俄罗斯石油子公司,德国早在今年4月份就修改了法律,允许将能源公司国有化, 但仅仅接管链油公司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德国的能源进口危机。 接下来,德国将不得不继续寻找俄罗斯以外的石油进口渠道。 过去几个月来,德国一直在与波兰谈判,希望能从波兰进口石油。 德国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完全停止进口俄罗斯石油,但若无法在短期内获得替代品,德国在即将到来的冬天将面临巨大困境。 新唐人家时代记者林一综合报道。